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文悅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時政評論員李正歡文章 在《大紀元》首發 2023年12月11日 在中國疫情持續蔓延之際 有網友爆料 新在中國的港星周凱薇在北京去世 引發輿論嘩然 12日 周凱薇工作室法民確認 周凱薇因病搶救無效 在12月11日離世 年僅57歲 消息傳出後 輿論沸騰 周凱薇去世也衝上微博熱手榜的榜首 很多網友都感嘆周凱薇的香燒肉韻 人們在震驚和感嘆的同時 紛紛探討周凱薇的死因 縱說紛紜之際 中國多家媒體在報導周凱薇死訊的標題上 都凸顯了紅斑狼瘡的字眼 譬如 隸屬於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的《新京報》 以演員周凱薇因病去世 困擾她多年的紅斑狼瘡究竟是種什麼病為題 在文章中大篇幅介紹了紅斑狼瘡 而新浪網也以演員周凱薇因病去世 紅斑狼瘡被稱為不死的癌症為題 詳細介紹了紅斑狼瘡 與此同時 紅斑狼瘡 紅斑狼瘡高法人群系年輕女性等字眼 也衝上了中國微博熱手 看得出 中共當局企圖印度民眾 將周凱薇之死歸因於紅斑狼瘡 不過 網傳的一張北京中醫院信義醫院的電子病歷 就透露出周凱薇之死或另有原因 這份網傳的病歷內容顯示 周凱薇 女 57歲 掛號的是急診 時間是2023年12月11日11時11分 就診編號為128760424 主要徵狀 發現時意識喪失 心跳停止1小時 現時病歷 患者平時獨居 12月11日10時左右 同事發現患者倒地 大小便失禁 意識喪失 於是撥打1、20前來求醫 近一星期患者咳嗽、喘氣 在家自行吸氧 10日晚上喘氣嚴重 備註由同事代為提供資料 過往病歷、高血壓、系統性紅斑狼瘡 體格檢查、意識喪失、全身僵硬、冰涼、可見絲斑 傷質瞳孔散大、結膜出血、直徑約8毫米 對光反應消失、心跳停止、呼吸停止 由以上的病歷內容可以清晰地看到 周凱薇死前一個星期出現咳嗽、喘氣 在家自行吸氧 更甚者在離世前一天 也即是10日的夜晚喘氣嚴重 這個症狀和目前中國盛行的COVID-19所引發的症狀 極為吻合 根據醫學出身的中國問題專家唐靜遠先生分析 XBB是目前廣泛流行的Omicron毒株 而其中的XBB.1.16 是傳播力很強的一個變異株 周凱薇病歷內的結膜出血 直徑約8毫米 與COVID-19XBB.1.16所引發的症狀相吻合 這個很值得人們去警惕和持續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中共在北京 上海等多地啟動XBB COVID-19疫苗接種 引發了民眾質疑 在中共疾控中心的通報中 新冠的排名並沒有進入前三名 為什麼要接種XBB疫苗呢? 這個當中有什麼QK? 相信外界很快會有判斷 從周凱薇病歷內的過往病史中可以看到 她生前確實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症 但就沒有這種疾病引發的譬如器官衰竭 內出血等症狀的描述 事實上 紅斑狼瘡是一種慢性的免疫性疾病 很少能夠導致人撤死 致死案例通常發生在高齡的老年人身上 因此這個病亦都被稱為不死的癌症 事實上 早在1998年就有消息傳出 周凱薇罹患了紅斑狼瘡症 以周凱薇的社會地位和可以利用的醫療資源 她可以進行很好的調養 出現因為紅斑狼瘡引發全身器官衰竭的可能性是極低的 此外 病例上的資訊應該已經算是很豐富了 但就沒有寫出具體的死因 顯示出這個死因很可能是一個禁忌 因此極有可能是讚捨病歷的醫生自我禁聲 綜合以上信息 基本可以看出 周凱薇很大可能是因為COVID-19所引發的 急性呼吸衰竭而出生 對於這一點 中共始終閉口不談 非常低調 而在周凱薇的病歷曝光之後 北京方面反而異常重視個人私隱 一時風聲鶴淚 立刻出動警方介入調查病歷是如何洩露和曝光的 12月13日 據《新京報》《我們視頻旗下》的新聞欄目 緊急呼叫報導 他們從信義醫院知情人署獲釋 中共警方已經將兩名涉及洩露病歷者帶走 兩名爆料人被中共帶走之後 中共又派網軍在海外的網絡上煽動仇恨 並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引領著一些小粉紅和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 對兩位爆料人聲討譴責 不過 也有不少網友認為 周凱薇的病歷中 可能藏著被中共極力隱瞞的疫情真相 因此爆料人的所作所為 可能是要引起人們的警惕 從而才能挽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不少網友甚至將兩個爆料人給作吹哨人李文亮 就在周凱薇去世的同時 一段她在身前接種中共疫苗的短片 在網絡上講為流傳 短片中 周凱薇作為中共的疫苗宣傳大使 演出了一段公益廣告 鏡頭前的周凱薇 極具圈厭力地講述自己 非常羨慕自己的員工和家裡的保護 已經接種了中共疫苗 並興奮地說 今天我終於可以去接種新冠疫苗了 我終於可以稍微安心點去工作了 根據《維基百科》顯示 周凱薇在2021年和2022年 先後接種了4次COVID-19疫苗 周凱薇接種COVID-19疫苗 並為中共和COVID-19疫苗站台 卻很可能成為她的直接同根本死因 根據歐洲病毒學和傳染病專家董宇雄博士介紹 如果自己免疫力不好 打疫苗可能也沒有期待的效果 尤其是中國國產滅活疫苗存在隱患 較早前在2022年的時候 就有來自中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白血病患者 連續發兩封公開信指控說 因為打COVID-19疫苗而罹患白血病 上訪遭打壓 被維穩 求告無門 周凱薇曾經紅遍兩岸三地 除了為中共疫苗充當形象大事 還曾在香港反送中期間 替中共黨媒拍攝所謂愛國愛港的短片 支持中共對香港人的鎮壓 堪稱為中共站台的一個典範 如今她的離世 除了令人惋惜之外 也留下了深層的警示意味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